生姜从种植到发芽需要多长时间 如何出苗快出苗期 点赞关注收藏留着慢慢看 今天分享的全是干货 生姜种植方法不当的话 不但很难出苗 还很容易发生腐烂的现象 在进行种植的时候 要挑选姜芽饱满 个头相差较小且没有虫孔的姜头 正常生姜发芽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想要它快速发芽 将种药先催芽处理 种植时土壤要求是疏松肥沃和排水性良好的类型 但是如果温度不适 或者种植养护方法不当的话 生姜的发芽时间就会变慢很多 想要生姜快速发芽 一般最好在低温稳定在16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再种植 因为生姜最适生长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 生姜就会发芽缓慢 根据它的习性来看 一般可以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种植 种植好后要覆盖一层4至5厘米的土壤 之后浇足水分 保持土壤微微湿润 这样生姜很快就能发芽生长 之后养护生姜的时候 需要定期为其施加薄肥